《一千零一夜七七白海确认恋情,莫南彻底黑化,网友,有点心疼》 《一千零一夜七七白海确认恋情,莫南彻底黑化,网友,有点心疼》 由迪丽热八,邓伦领衔主演的《一千零一夜》正在湖南内视热播,最新剧情中,007为了帮助花家度过危机,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花财,最后却遭遇车祸,白海得知后急忙找寻007,两人在高速公路上见到了对方,白海这次不想再放开007,就此与他确定了恋情 追到了34集,迪丽热八和邓伦终于成为荧幕恋人了,不少粉丝都发谈目表示终于等到了,还好没有放弃,而两人的角色也开始撒狗粮秀恩爱,确认恋情后,一向傲娇高冷的白海开始向007撒娇,一言不合就要抱抱和接吻, 从高冷总裁变为小奶狗,邓伦也只花了一集的时间,这样的演技令人叹服 007现在不仅收获了爱情,事业也有了升迁,跟白海确认恋情后,就被他调回了总公司担任经理一职,还不到一年的时间,007就从门店销售员以火箭般的速度升职为经理,公司里大多人都特别眼红,但他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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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仅 他们还不知道007已经是未来的老板娘了呢? 007回到总公司后,他跟白海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都沾在一起,而两人的事情也被007的父母知道并认可了,最拉仇恨的是他们竟然在男二号墨男的天台上拥抱,这就伤害了一只暗恋007的父母 默南了,为此白海在后面的剧情中又被默南虐待了一次 默南发现自己在祖基花家的时候,竟不经意将西七往白海身上推,为了报仇而失去了心爱的女人,默南认为不值得,所以他动摇了,但是威廉却蛊惑他说,只要击败白海 等他一无所有的时候,007自然会回到他身边 而默南竟然傻傻地相信了,难道他还不了解007的性格吗? 真是被爱情和仇恨冲昏了头脑,而此时白海已经怀疑默南就是创想的间谍,并且这位间谍很可能和20年前云和花异那场大火有关,为了引蛇出动,白海营造了母亲陆云星回国的消息 默南得知真正的仇人出现,不假思索地让人去查探,为了见到仇人报仇,他迫不及待进了白海的陷阱 虽然威廉及时提醒他这是白海设局,但默南的身份还是被白海知道了,但是默南却抢先一步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007,希望他远离白海 其实默南并不坏,一心只想报仇,却被人给利用了,看着陈毅龙眼于默南公开身份的这场戏,网友都称赞他的演技爆棚了,莫名地有点心疼他 如果后面他回头是案,老铁们会原谅他吗?欢迎评论留言 白海求婚七七,默南精神崩溃绑架七七称,你只能做我的新娘 1001夜终于在大家的支持下突破40亿的收视狂潮,迪丽热巴和邓伦的合作也让此次电视剧备受关注 剧中两人终于承认彼此的感情在一起,而白海也忘却小时候的悲伤开心的和007在一起,毫不得意 但是却发现公司屡次暴露商业机密,白海着急不已 与周欣妍和陈默共同演一出大戏就等待默南的背后身份被揭开 最终默南还是被发现,和007在也不能回到从前 在走之前表达了自己对007的感情,希望007回心转意,却被007怒骂一顿 而如今的默南回顾档事,发现007对于自己来讲十分重要 已经超越了公司,以及父亲冤死的事情 但是威廉却告诉默南,要继续坚持,否则一切将化为泡影 007夜中将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,只有打白白海,007才知道自己的好 白海认为自己和007的感情已经达到可以结婚的境界 而从小没有家的他特别期盼有一个完美幸福的家庭 所以心急的他连同陈默周欣妍一起为007创造了一出浪漫的求婚 但是默南却得知这个消息,竟然让威廉绑架了007 007最终来到默南的小屋,被默南也求婚,让白海误会 007拒绝了默南的求婚,称自己永远只爱白海一人 最终让默南精神崩溃对七七称,你只能做我的新娘 却被赶来的陆宝妮解救了007 最终陆宝妮带默南来到海边,诉说默南的心结,让默南悔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